不吃肉之後真的比較少吃到我們覺得好吃的餛飩 今天呢是不用植物肉的版本 口感上雖然跟傳統的餛飩上有一點差異 但是一樣好吃 哈囉 歡迎來到野菜露露 我是露冰 我是小野 今天呢 我們要來做一個不加肉也可以非常好吃的餛飩 然後被做成 餛飩湯 那以前小時候真的很喜歡 餛飩湯啊 餛飩麵啊 然後甚至我阿嬤家她在屏東梨港 然後屏東梨港就是慘餛飩 他的名產是那種梨港餛飩 然後以前小時候真的很愛吃 只要過年回去啊 或是有節日回去啊 一定都會帶10盒以上回來 然後就一瞬間就會沒了 太誇張了 然後不吃肉之後真的比較少吃到我們覺得好吃的餛飩 然後最近吃到比較好吃的是苗栗有一家餐廳叫 餐廚 對 他們家的餛飩是用植物肉做的 我們覺得口感跟調味都還蠻不錯的 關於要怎麼用植物肉做成餛飩呢 在我們的食譜書裡面 植物肉百大料理裡面也有教學喔 但是今天呢是不用植物肉的版本 它口感上 雖然跟傳統的餛飩上有一點差異 但是一樣好吃 而且還可以吃到更多層次豐富的口感喔 今天要準備的食材有 油豆腐 木耳 芹菜 香菇 櫛瓜 茄子 老薑 紫菜 腐皮 跟小白菜 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 我們先來備料 先把鮮香菇 櫛瓜 茄子 芹菜 跟木耳 都切成小丁重 すで碌子 外葉 早 해요 醬油的 本物總共酵水 可不會再加加劑三粳 المThat's Killer 然後這樣切成木狀 接下來是我們的口感擔當 油豆腐 我們要把它剝成小碎狀 小塊小塊的 好 我們的料都備好啦 那接下來就是要把所有的料都炒香 那我們先來煸油豆腐 油豆腐 上色之後啊 我們就把油豆腐先鋪到鍋子的邊邊 然後把剛切好的所有食材 把它放到中間 炒到出水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入調味料 還有鹽巴 胡椒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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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點油 然後等一下再加點水 這個水要倒多少 嗯 半醃過 半醃過 醃一半就是 對 現在我們加入味噌 那通常我們會準備一個篩網 這樣比較好融在水裡面 那如果沒有篩網的話也可以用碗 然後加熱水先溶解 好,那位置能溶解之後啊,我們就稍微讓它熬一下 熬個一分鐘左右,就可以關火了 這熬到水都沒有嗎? 對,現在就開大火 收乾的意思 然後稍微有點收乾 起鍋之後,我們加入低筋麵粉 再把它攪拌均勻 為什麼要加入低筋麵粉? 等一下吃起來口感會有點滑滑的 有點咕嚕咕嚕的 然後也比較讓它可以凝結 在包餡的時候比較好用 對 餡料都攪拌好之後,我們就準備餛飩皮 開始包餛飩了 開始包餛飩了 好,我現在把優點餡料放在中間 然後四周抹水 對半折 之後呢,旁邊這樣壓皮 來,把空氣又壓出來 壓緊之後 從左邊,用打折的方式 往中間 這樣折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 然後再集中到中間 用兩手的食指跟大拇指 往中間捏緊 就完成了 那我們拿來擺餛飩的盤子 是不是要先撒麵粉 對,因為我們會多包嘛 多包就會拿去冷凍 那冷凍的話 下面要就要撒麵粉 不然你拿起來之後會 拿不下來 對啊,可是如果你要現場煮的話 就不用了 現包現煮 沒錯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現包現煮餛飩湯 好,我們現在都包好了 那這個餡料大概可以包個40顆左右 那我現在分兩排原因是因為 一排要現煮 現煮的話就是不用再拿去冷凍 因為這一盤是要拿去冷凍 那你大概放個冷凍一小時 然後就可以放到保鮮袋裡面 現在要定型的意思 不要直接全部都丟到保鮮袋 不然那個會很可怕 就是會變扁 真的叫扁實喔 好 好冷喔 所以放一小時之後 再放到保鮮袋裡面 它就會一顆一顆完整的 對,所以這等一下要進冷凍 然後我們現在來煮餛飩湯 好水滾啊 那我們現在來加入紫菜 你現在是要煮餛飩湯了對不對 對 這個紫菜啊 我們是在熱散超市買的 大賣場應該有 喔大賣場有 對大賣場那種很大個 那種圓圓的這種 然後自己吃碎的 這個很營養喔 那因為素食者啊 很容易會缺乏B12 之前我們看了一個營養師 叫桑妮 桑妮老師 對桑妮老師 他有提到啊 B12其實在紫菜裡面 也是非常豐富的 我們可以攝取紫菜來 加強自己的B12的攝取 好 紫菜放進去之後 我們就加自己喜歡的蔬菜 然後我們冰箱剛好有這個 奶油小白菜 接下來加調味料 加一點鹽巴 跟胡椒粉 這樣就可以了 對 我們今天湯比較簡單 再加入剛包好的餛飩 放進去之後稍微推一下 用推的喔 不要用拉的 破跟push 然後我們把餛飩煮到它 浮在水面上 非常的可愛之後 我們現在可以加入 腐皮 腐皮就亂撕 亂撕把它丟進去 腐皮我們是用來取代那個蛋花啦 對 下去真的會很像喔 超像 其實加那種 那種滷味的油豆皮也可以 對 滷味火鍋那種油豆皮也可以 很大片那個 對對對 那這就是為了美觀 像蛋花 好 然後再來我們 放一點香油 這樣就可以 光火盛盤 完成了 完成 最後盛盤再撒上一點芹菜末 就可以了 包的時候要留一點芹菜末下來 對 或再切也可以 所以沒有關係 有了我們幸福的時刻啦 開動囉 其實你不講啊 師傅太出來說裡面都沒有肉 油豆腐在裡面滿上絞肉的 而且滑滑的 就你加那個麵粉在裡面 然後又有茄子的那個感覺 因為其實 以前吃荷的那個餛飩啊 其實它裡面 油脂的成分很高 我剛剛前面講 我喜歡的那個米港餛飩嘛 它其實裡面 滿油的 可是很好吃 就是它是 它是有一種 就是餛飩就像是 那個裡面的口感 可是又有帶一點 帶一點肉的那個 肉末的感覺 我很喜歡芹菜在裡面的口感 對 它不管是在外面 還是直接包在裡面 我很喜歡那個味道 它會 有一個芹菜獨特的香氣 烤出來 而且它又很脆口 然後 又非常的多水分在裡面 我很喜歡單純的這種湯 就真的不用加什麼味精 就可以有這種湯頭 欸湯頭真的還不錯欸 你加什麼 鹽巴跟胡椒粉 對 你連醬油都沒加欸 對 很想跟大家講 就是湯 湯這種東西啊 外面很多會加味精 就是會用味精去調味 但是 真的鹽巴跟胡椒粉 因為沒有加紫菜 對 主要是紫菜 紫菜可以讓整個湯頭很鮮甜 因為其實啊 你的料很多 所以其實 我覺得每一顆到嘴巴裡面的感受會有點不一樣 對 那我第一顆吃到的油豆腐就比較少 然後我就覺得 這一顆怎麼比較滑 比較粉 就還好 那第二顆的油豆腐比例就比較高 那我自己吃到我就蠻喜歡的 為什麼我會用油豆腐 因為像之前做的麻婆豆腐啊 所以我都代替絞肉的時候是用凍豆腐嘛 那為什麼我會改用油豆腐 因為我發現它煸過之後啊 就是同樣的步驟 就是同樣的步驟 煸過加水去熬之後 它的口感會介於 凍豆腐跟豆干之間 就是它既有凍豆腐的那種柴柴的感覺 又有豆干那種Q彈的感覺 對對對對對 所以它介在中間 我覺得後來發現油豆腐 口感好像更好 更像絞肉一點 因為直接是凍豆腐的話 真的會有點柴 太柴 完全沒有肉的版本的餛飩 很多秀耶 像小椅一樣 喜歡更有口感一點的話 你前面的炒的時間 跟水加它去熬的時間 不要這麼久 對 就讓它 才保有一點蔬菜的脆度 對 因為你之後還要再煮湯嘛 所以它又再經過加熱 所以你前面炒的步驟 就不要煮那麼久 對 它的口感就會更豐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這支影片的朋友記得幫我們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追蹤我們Facebook還有IG喔 掰掰 下次訂閱一下 拜託幫我們訂閱一下 讓我們頻道持續的有正成長 這樣我們才可以帶給大家更多 好看的料理 還有更多系列的影片 之後還會出更多系列 來不